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红楼梦》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众人看了都称奇妙 宝钗先说道 前八手都是实践上有据的 后二手却无考 我们也不大懂得 不如另做两手为事 黛玉盲蓝道 这宝姐姐也忒娇注骨色 黛玉造作了 两手虽于始见上无考 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 不知底里 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 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 何况咱们探春便道 这话正是了 李库又道 况且她远走到这个地方的 这两件事虽无考 古往今来 以讹传讹 好事者竟无故意地弄出这古迹来 以愚人 比如那年上经的时节 便是官夫子的坟 道建了三四处 官夫子一生事业 皆是有据的 如何又有许多的坟 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身前为人 只怕从这敬爱上 敬爱上穿凿出来 也是有的 极致看广于记上 不止官夫子的坟多 自古来有名望的人 那坟就不少 无考的古迹更多 如今这两首虽无考 凡说书唱戏 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 男女老少 俗语口头 人人皆知 皆说的 况且 又并不是看了西香记 牡丹亭的词曲 怕看了邪书了 这也无妨 只惯留着 宝钗听说 方罢了 大家猜了一回 皆不是的 冬日天短 觉得又是吃晚饭时候 一起往前头来吃晚饭 应有人回王夫人说 席人的哥哥花字方 在外头 回进来说 他母亲病重了 想他女儿 他来求恩典 接席人家去走走 王夫人听了 便说 人家母女一场 岂有不许她去的呢 一面就叫了 凤姐来告诉了 命她 着亮办理 凤姐儿 答应了 回至屋里 便命周睿家的 去告诉西人缘故 吩咐周睿家的 再将跟着出门的 媳妇传一个 你们两个人 再带两个小丫头子 跟了西人去 跟了西人去 分头派四个有年纪的 跟车 要一辆大车 你们带着坐 一辆小车 给丫头们坐 周睿家的答应了 才要去 凤姐又到 临走时 叫她先到这里来 我瞧 周睿家的答应去了 半日 火箭西人穿戴了 两个丫头和周睿家的 拿着手炉和衣包 凤姐 看西人头上 带着几只 几只金钗玉穿 倒眼华丽 右看身上 穿着 桃红百花 克斯 尼鼠袄 松绿 盘金 彩袖 颈裙 外面穿着 青钻 灰树裙 凤姐 笑道 这三件衣裳 都是老太太的 赏了你 倒是好的 但这裙子太素了些 如今穿着也冷 你该 穿一件 大毛 你该穿一件大毛的 其人笑道 太太就给了这件灰树的 还有件银树的 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呢 凤姐笑道 我倒有一件大毛的 我嫌 风毛出的不好 正要赶去 别罢 先给你穿去吧 等年下 太太给你做的事节 我再改吧 只当你还我的一样 众人都笑道 奶奶惯会说这话 陈年家大手大脚的 替太太不知背地里 陪电了多少东西 真真陪的说 真真陪的是说不出来的 那里 哪里又和太太算死 偏这回子又说这小子 偏这回子又说这小气话取笑来 说这小气话取笑来了 凤姐儿笑道 太太哪里想得到这些 究竟这不是正经事 再不知道管 也是大家的体面 说不得自己吃些亏 把众人打扮体统了 宁可我得个好名也罢了 一个一个烧胡乐的卷子似的 人先笑话我 说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了 众人听了都叹说 谁是奶奶这么 谁是奶奶这么招圣命 再上体贴太太 在下又腾顾下人 一面说 一面只见凤姐命平儿 将昨日那件 十克斯巴团天马皮挂子 拿出来给了席人 又看包袱 只得一个 谭墨花灵水红凋理的夹包袱 里面只见包着两件 半旧棉袄和皮挂子 凤姐又命平儿 把一个绿色筹里的 多罗尼包袱拿出来 又命包上一件雪挂子 平儿走去拿了 平儿走去拿了出来 一件是一件是件旧大红 星星毡的 一件是半旧大红雨断的 席人道 一件就当不起了 平儿笑道 你拿这星星毡的 把这件顺手带出来 叫人给行大姑娘送去 昨儿那么大雪 人人都穿着不是星星毡 就是雨断的 十来件大红衣裳 硬着大雪 毫不整齐 毫不起整 只有她穿着那几件旧衣裳 越发显得拱坚锁背 拱坚锁背 毫不可怜见的 如今把这件给她吧 凤姐笑道 我的东西 她私自就要给人 我一个还花不够 在天上你提着 更好了 众人笑道 这都是奶奶素日 孝敬太太 疼爱吓人 要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 说着东西为事的 不顾吓人的 姑娘哪里敢这么着 凤姐笑道 所以我知道我的 也就是她还知三分罢了 说着又嘱咐西人道 你妈要好了就罢 要不中用了 只得往下 打发人来回我 我再令打发人给你 送铺盖去 可别是他们的铺盖 和书头的家伙 又吩咐周睿家的道 你们自然是知道这里的规矩的 也不用我吩咐了 周睿家的答应 都知道 我们这去到那里 总叫他们的人回避 要住下 必是另要一两间内房的 说着跟了西人出去 又吩咐小丝 预备灯笼 碎座车王 花字方家来 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又将 以后面的摸摸 换了两个来 吩咐道 西人只怕不来家了 你们素日知道 那个大丫头知好歹 你们素日知道 哪个大丫头知好歹 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 你们也好生 照管的 别有着宝玉 两个嬷嬷答应着去了 一时来回说 派了秦文和摄月在屋里 我们四个人 远是轮流着 代管上夜的 凤姐听了点头 就说道 晚上催她早睡 早上催她早起 老嬷嬷们答应了 自回园区 一时国有周瑞家的 带了信回凤姐 说 西人之母 夜已停床 不能回来 凤姐回名了 王夫人 一面 着人往大官员 去取她的 铺盖 庄欧 宝玉看着秦文摄月 二人打点妥当 送去之后 秦文摄月 接蟹罢残庄 脱换过群傲 秦文只在熏龙上围坐 摄月笑道 你今儿别装小姐了 我劝你也动一动 我劝你也动一动儿 秦文道 等你们都去尽了 我再动不迟 有你们一日 我且受用一日 摄月笑道 好姐姐 我铺床 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 上头的滑子滑上 你的身凉比我高些 说着便去给宝玉铺床 秦文嗨了一声 笑道 人家才坐暖和了 你就来闹 此时宝玉正坐着纳闷 想西人之母 不知是死是活 忽听见秦文 如此说 便自己起身出去 放下镜套 滑上消息 进来笑道 你们暖和吧 我都弄完了 秦文笑道 终究暖和不成 我又想起来 汤婆子还没拿来呢 摄月道 这难为你想着 她素日又不要汤壶 咱们那熏龙上又暖和 比不得那屋里 抗凉 进而可以不用 宝玉笑道 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了 我这外边没个人 我怪怕的 一夜也睡不着 秦文道 我是在这里睡的 摄月 你叫她往外边睡去 说话间 说话之间 天已一根 天已一惊 摄月早已放下 连麦 摄月早已放下 连麦 一灯 炷香 服侍宝玉 卧下 二人方睡 秦文 自在 生龙上 摄月 便在 暖阁外边 至三经以后 宝玉 睡梦之中 便叫席人 叫了两声 无人答应 自己醒了 方想起 席人不在家 自己也 好笑起来 秦文 一醒 因患摄月道 连我都醒了 他守在旁边 还不知道 真是挺此诗呢 摄月翻身 打个哈屎 笑道 他叫席人 与我什么相干 英文 做什么 宝玉说 要吃茶 摄月忙起来 单穿着 红绸小棉耳 宝玉道 披了我的皮袄再去 仔细冷着 摄月听说 回手便把 宝玉披着 起来的一件 雕刻满金 暖袄披上 下去向盆内 吸吸手 先倒了一中温水 拿了大树鱼 宝玉 竖了口 然后才向 茶桶上 取了茶碗 先用温水过了 向 暖壶中 倒了半碗茶 递给宝玉吃了 自己也竖了一竖 吃了半碗 秦文笑道 好妹妹 也赏我一口而难 摄月笑道 越发上脸儿了 秦文道 好妹妹 明儿晚上你别动 我服侍你一夜 如何 摄月听了 摄月听说 只得也服侍他竖了口 到了半碗茶 给他吃了 摄月笑道 你们两个别睡 说着话 我出去走走回来 秦文笑道 外头有个鬼等着呢 宝玉道 外头自然有大月亮 我们说着话 你只管去 一面说 一面便 瘦了 一面便瘦了两身 摄月便开了后房门 接起 粘帘一看 果然好月色 秦文等他出去 便欲唬他玩耍 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 不畏寒冷 也不披衣 只穿着小偶 便捏手捏脚的 下了熏龙 随后出来 宝玉劝道 爸呀 动着不是玩的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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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